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1月12日 也是圣乐山主教殉道纪念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看见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二十至二十五节 那时候 法利赛人问耶稣 天主的国何时要来 耶稣回答说 天主国的来临 并非是显然可见的 人也不能说 看呀 在这里 或 在那里 因为天主的国 就在你们中间 耶稣对门徒说 日子将到 那时 你们切望看见 人死日子中的一天 而不得见 人要向你们说 看呀 在那里 看呀 在这里 你们不要去 也不要追随 也不要追随 因为犹如闪电 由天这边闪起 直照到天那边 人死在他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且被这一代所摒弃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事经 小帮手 法利赛人 问耶稣 天主的国 何时来 耶稣并没有 确切地回答 时间 和地点 但却在 他的回应中 提到很多 他要门徒 看的事情 人要向你们说 看呀 在那里 看呀 在这里 我们每天都被媒体 广告 社交网络 带着看这 看那 看了这么多讯息 到底能让你心中 感觉有意义吗 还是其实 看得再多 却发现心 越来越没归属 方向 意义 相反的 我们每天 到底又花时间 认真看待 我们身边的近人 你是否留意到 父母亲 渐渐衰老了 孩子已经 长大成人 我们花许多时间 看手机 看别人的 生活讯息 却忘记 看真正重要的人 和事 我们羡慕别人 贴在社交网络的 童话般的生活 以为那就是天国 但是 那天国永远都超出 我们可及的 但真正的天国 不在童话故事中 而是在现实生活中 当恐惧 遇见爱 的作者 大卫 李秋 点出四点生命的常态 一 人最终是孤独的 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世界 也会一个人走 二 世事无常 三 人生无法预料 而且经常是不公平 四 受苦是全天下人的经验 就是在这种充满美丽 又充满痛苦的生活中 耶稣存在 而且可以被注意到 犹如闪电由天这边闪起 直照到天那边 人死在他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今天 耶稣邀请我们用心看 用我们灵性的眼睛看生命 看我们身边的人 看我们的经验 你能发现在其中 天国的痕迹吗 请品尝圣言 闭上眼睛 用心去看 看到真正的天国 已经在你身边出现了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面对困难 就疑惑时 别只靠理智处理 先祈求耶稣 借给你 他看的眼光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啊 我想学习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天国 主 请帮助我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生活中 能够以灵性的眼光 看见天国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